Hello,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三天两晚的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岗州的旅行 这个次旅行的安排有点匆忙 这是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公园 我们就从这里出境 今天不是周末,所以过关非常顺利 我们先一路开到Portland 处理完一些事情之后,才开始向Painted Hills出发 沿途经过了不同的地形 风景也是很壮观的 其中一段路是经过Mountain Hood的国家公园 可以看到壮丽的雪山 向东开的时候进入了高原沙漠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植被 同西部海岸的完全不同 今天我们去的目的地是叫中队国家化石博物馆 它是国家级的 主要是有三个单位组成 我们去的Painted Hills是其中的一个单位 渐渐的可以看到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色彩了 现在进入了Painted Hills 这个地址公园号称地球的历史书 它可以让你看到整个地球将近三千万年的变化 经过十个小时的奔波 我们终于在晚上八点钟 太阳马上下山的时候赶到了这里 这里的颜色会随着季节 温度、湿度和早晚太阳的不同而千变万化 我们非常幸运 来的这天天气晴朗 正是日落时分 看到的是它最美的一面 这些山体的不同颜色 是随着地球的气候变化而逐渐形成的 这里最早是温暖湿润的沼泽地 后来随着火山的爆发 火山熔岩和水重新塑造了这里 土壤的颜色也随着它含的矿物质 以及其他的植物、植被的变化 而显出不同的颜色 水少有小喝lege 火山烩海湿润的颜色 有关于其他一补丰盘和水水 就是有关于善良的新塑造了 水少有点草量 水少有大必招之一 水少有危陈的草量 水少有多余龙 水少有多淘口 水少有次一步 水少有多伤特装 水少有多伤特装 水少有超伤特装 红色是来自曾经温暖而湿润的沼泽地 黄色和棕色表示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 黑色表示这里曾经生长过很多能吸附猛的一些植物 在这三千万年的历史教科术面前 我们有的只能是感慨了 随着太阳慢慢下山 山体和天空的颜色更加丰富起来 天色已晚我们下山 明天早上我们还会回来走几条其他的trails 谢谢观看 观看